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自己的男友不见了 这个小护士把男友弄丢以后 在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里 陷入了对男友无可自拔的思念当中 在一声的鼎嘱下 他却买回来了一个药枕 于是美梦就这样开始了 药枕有着令人沉迷的香气 小护士枕着他果然陷入了甜美的睡梦当中 后部是又黄又暴力的睡梦当中 因为他竟然梦见了自己的男友出现 并且在沙发上 把他给不可描述了 于是他满怀期待的进入了下一场梦境 于是影片开始了 不同场景的啪啪啪 厨房 卧室处处留下了睡过的痕迹 看到这里有想问他男友到底在哪里 难道只能在梦里跟他相会了吗 然而一个真空袋当中的尸体 揭秘了这一切 原来女主不小心失手 杀死了深爱自己的男友 还心大的藏在了自己的家里 所以在这里要真诚的告诫大家一句 为了睡个好觉 杀完人还是直接扔掉吧 那么既然男友死掉了 这个夜夜出现与女主啪啪啪的男人 到底是谁呢 原来就是女主买回来的腰枕 在日以继夜的啪啪啪当中 女主逐渐变成了国宝熊猫 因为人鬼殊途案 腰枕在不停地吸收女主的洋气 在死鬼男友的告诫下 女主依旧没有放弃和男鬼缠绵 依然决然地喊出了不要停 于是他们接着睡去了 影片的最后 我们看到女主甜甜地睡在腰枕上 估计她再也不会醒来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鬼殊途案妹子 一时的快感只是一时 还是活着的男朋友好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略影时光